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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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透过月明国小这样的一个案例 能够告诉一起生活在这座美丽宝岛上面的所有的海洋子 希望能够重新找回我们的海洋意识跟文化 这一次我们负责国土计划 那他们呢 这一次从一个实际的希望能够看见海洋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出发 小孩子从小开始让他去深切的了解这样的一个行动 那这样的一个爱物环境的必须要从自己的生活中开始做起 第二个呢 我也觉得借这样的一个机会 月明国小有这么好的一个海洋教育 让小孩子从对大海的无知恐惧转化成去拥抱海洋 让海洋成为自己生命的部分 期待呢 借由这样的一个影片来让更多的学校 还有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对大海有更好 而且更深切的一个体验 国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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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的国奖 大家看到 这一年我在月明其实还蛮开心的 我是一个三的小孩 不太清净水 就像大家一般成长一样 父母亲都会叫我们放假的时候 不要去清津 不要去海边玩 因为海很可怕 很危险 可是我问小朋友 你怕海吗 不怕 因为我们有救生医 其实海真的不可能吗 你只要了解它 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生活状况 的确出国比清静我们自己本身身边的这些大海的机会都还多 如果往后像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再扩大 让在除了月明我们宜兰地区之外的学生 他们也可以感受到如何清静海洋 这个应该是长期的一个期待 这些活动怎么样去持续 因为我觉得那个老师讲得很好 就是怎么样一直让它去发酵 或者是你是怎么样去关心它 然后去付出你的想法跟你的行动 当然是说我们现在FB LINE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可能拍一张照片 然后发传给任何一个朋友 或者是LINE一张贴图一张宣传海报 它的点月率可能就因此而疯传起来 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可能都是你好海洋的一个种子 我们海洋还是很漂亮 从上面看很漂亮 可是近看才知道怎么是这样 所以不是劝爸爸或妈妈自己先开始 其实我身上我们从来都不会去再制造垃圾 就是你自己都戴着袋子嘛 你自己先不要制造垃圾 这个土地就是太多了 十二年前我跟我儿子单车环岛 我们父子两个环岛一整圈 十四天下来没有买任何一瓶的瓶装水 一直到现在我几乎不买 我是完全不买瓶装水的 你们看我的那个背包随时有一瓶 一个买这个咖啡 一个是喝开水 真的在生活当中去实践 教育部其实在藩训律次长回任之后 其实非常非常的注重 其实这几年我们真的开始在思考说 怎么样子从各个方面 除了从生活着手之外 我们在教育的部分能够去做 比较扎实的课程规划 而这个课程规划真的跟你的生活经验 去做体验的这个体验知识 能够跟套装知识去做相互的碰撞 天这么黑 风这么大 爸爸不愈去为什么还不回家 小学客们就告诉我们说海是很可疑 那我做这个业务我会觉得 比较属于 海应该是比较属于大家的 要回到大家的手上去做管理 那我们在104年通过了海岸 海岸把通过以后真的赋予我法的一个工具 然后我们也在做海岸 有一些大家很注目 再来一个美丽湾 再来一个蜜月湾 再来一个大家觉得好像不是做得很好的 我们有什么机会可以去做一点点调整更改善 我们成立一个海委会 海洋神域委会 这里面有一些大型的开发 就陆陆续续会到我们 内政部又法有设计 它一定要跟我们升级区分 所以有计划的指导 有省医的机制 再来大概不能灌在我们的冷气房里面做省医 海就做得很好 海就可以回到自然的地方去 所以当三年过后 我们104年通过 107年就开始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把这个海的管理权 把这个海照顾的这个权利要回到在地去 所以我们推动也可以叫做看见海岸 跟在地连结的计划 有很多海岸的守护天使 在这里面要扮演角色 那我们希望给一点点资源 给一点点力量 这个部分其实是在怎么样去集结 怎么样去整合 所以从这里面 因为越冰国小我们就是最有资格 最有资格来当作代表 那越冰国小长期在我们校长的科典之下 其实他们自己有本身海洋的想法跟行动 那我觉得透过他们更证明一件事情 这个扎根要扎在小孩子小的时候 这个扎根要牢牢的抓住 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玉仙改造他爸爸 我觉得玉仙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家人因为他受到影响 所以他对海 他对海的影响也发生了 而且这个力量会 我相信只要玉仙还有机会去照顾 宜兰的海岸的话 他一定是一个第一线冲出来的人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今天这个纪录片其实只是一个开端 只是一个邀请 刚刚我们昨天讲说 其实是一个邀请大家来共同参与 守护海岸 可是有人已经跨出去了 越冰国小 黄校长跟大家 已经跨出去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跟着脚步其实不嫌晚 但是我觉得一定会发生作用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会慢慢的 希望让这样的意念 让这样的一个行动 让外面看得到 甚至来参与我们 这是营建署的一个起步 我们希望这个起步能够组组稳健 能够让大家帮忙传播出去 今天跟印证我们认为 需要去透过在地这件事情 透过在地的行动这件事情 能够落实我们的海岸才有希望 我们未来这一块长长久久 能够回席的环境才能够互助 所以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